晶片股包括不包括美國那些晶片股? 好像最近也回了那麼少 其實這件事是有趣一點的 我們自己覺得這段時間 可能美國的晶片股 因為之前的大部分的股價都比較貴 就有少許煞了下來 變了大家暫時就算要升 也有少許消化一些蟹貨 但是你看看香港這一堆 或者可能香港那三隻 981、華雄、ASM 這些出完業績的一些股份 特別有兩隻出了 其實都不是做得差的 甚至你看到一些中國晶片的ETF 其實都是有個回升的跡象 我自己借着981和ASM去說 其實事實上如果你不是去看一個 他們其實不是要追求最高的話 其實在一個財務報表上的角度 他們應該是開始進入一個 見底回升的格局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我們自己在想 大家都知道我們開始慢慢進入中港市場 但是不急的 但是中港市場可能這些方向 是我們自己暫時好像秤高一線的東西